那这结束了我们的第二章 第二章谈到的是指点的平衡 不管二维三维 都是分别沿着XY或者Z方向的 那个分量 力的分量和等于0 重点是指第二章其实就是在 让各位练习 怎么样找到在空间中的某一个力 它沿着IJK三个方向的分量 你们如果最后一刚刚那个例子 看得懂那就通通都OK 接着我们跟各位介绍第三章 第三章第四章 我们要谈到的就是钢体的平衡 也就是不能当作一个指点 那在谈到钢体的平衡 第三章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个等效率系统 我待会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等效率 这一章我们分成五个小节 第一个小节主要是跟各位介绍 作用在钢体上的力有两种 一种是外力一种是内力 我们主要求的是外力 外力跟内力的区别 然后因为是钢体就会取力矩 然后分别呢 我们在第二节我们跟各位介绍 一个力量对一个点的力矩 moment 第三节我们跟各位介绍 一个力量对一个轴的力矩 第四节我们跟各位介绍 所谓的利偶 卡普 利偶一对的意思 卡普我们翻成利偶 利偶所产生的力矩 也就等于说是对一个对外力中的钢体而言 它的力矩就这三类 对一个点的力矩 对一个轴的力矩 以及一个利偶 我们会让各位分别了解这三种力矩 对钢体的影响 知道了这个以后 我们才能谈到钢体的平衡 然后第五节呢 我们就跟各位介绍 所谓的等效系统 什么是等效系统 我们跟各位举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点 前面在谈到指点的时候 我们说把指点的平衡 充分必要调整就是所有的力量和等于零 那在钢体我们后面会讲到 钢体平衡的时候 其中的条件之一 指点平衡 唯一的条件就是 所有的外力和等于零 钢体平衡的时候 条件之一 最为唯一的条件是 部分条件 部分条件也是要外力和等于零 所以在钢体上 我们要把作用在钢体上的所有外力加在一起 但我们前面讲过 力量一定要作用在同一点 就它的作用性要在同一点 你才能把力量相加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钢体 比如说这边现在是有一个钢体 就一根杆子 我有两个力量作用在 分别作用在这个位置 右边的大 左边的小 所以这两个力量 很明显会使这个钢体 顺时针转动 如果 我们要把 这两个力量 加在一起 很明显 我就必须把右边的力移到左边 或怎么移到右边 可是我可不可以这样子移 不可以 为什么 你们现在看 上面的力大 这边会使 左边这边来讲 这两个力会使钢体 顺时针引转 如果这个图你们直觉 这个钢体会怎么样 会反时针引转 因为上面的力比较大 会使钢体反时针引转 所以代表 这两个力 跟这两个力 对钢体效果是不一样的 这也就是告诉各位 我们不能够 把右边的力 随便移到左边 移动 它要移动的时候 必须会再加上一个 这样子的力矩 那这样子的话 右边才会跟左边 产生的效果一样 那这一组 这个就叫做 左边这个系统的等效系统 等效系统就是说 两个作用在钢体上的力的 感觉形式有点不一样 但它们对钢体的效果 是相同的 我们举这个简单意思 就是告诉各位 你的力量要相加 就要把所有力 集中在一点 但是你这个力 不能随便平移的 不能随便平移 我们三直五节 就是告诉各位 什么一个钢体 有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的力的组合之下 我如何把这些力 集中在同一点 而且效果一样 当然这边各位 就得到一 hint 基本上我力 在移动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一个 补偿的力矩 我们要考虑进去 所以这两个力 对这个钢体的影响 跟这两个力 加一个力矩 对钢体的影响 是一样的 这种我们就把它叫做 等效系统 那就是我们三直五节 要告诉各位的 OK 这也是第三章的主要目的 告诉各位 一个钢体 不管有什么样子的力 做在钢体上 我们怎么样 把这些力 集中到同一点 OK 使它变成是一个的 等效系统 那这个对我们讨论 钢体平衡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一开始 先跟各位介绍 三自一节 就我们讲的 不是所有的 应用力学问题 你都可以把物体 当作是一个指点 我们前面在第一章 就讲过 你要把一个物体 把它当作指点来考虑 就是不考虑它的形状跟大小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作用在指点上 所有的外力 都它的作用线 必须要共在同一点 那像这一个 很明显 不是作用在 共不在同一点 所以这个问题 你觉得不能当指点 一定要当作钢体 而事实上呢 我们一般在应用 我们就说 一个物体 是由无数多个指点 所形成的 而且因为 作用在这个物体上的外力 它的作用线 不是共点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物体的形状 跟它的大小 因为要取力矩 而因为要取力矩 所以力的作用点 point of action 也就是这个力量 跟钢体接触的那一点 是很重要的 因为 就像我们对这支笔来讲 我力量作用在这边 跟作用在这边 对这个钢体所产生力矩 是不一样的 因此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力作用在钢体上的哪一点 那在应用力学里面 我们只能再重复一次 我们不会考虑到 这个力量 对这个物体所产生的变形 也就是说 我们认为 这个力量 作用在物体上 物体的 它的 只要有力量 作用在物体上 物体的形状一定会改变 但在应用力学里面 我们认为 这些改变的量 不会影响 这个题目本质 因为应用力学里面 我们讨论的是 这个物体会不会平衡 以及万一它会动的话 它的加速度是多少 而我们在应用力 我们就认为 这个形状的改变 对我 物体会不会平衡 或是产生 加速的大小的改变量 是可以忽略的 因此我们就假设 物体不会变形 因此我们把它叫做 所谓的钢体 我们再重复一次 基本上 基本上力量作用在物体上 物体形状一定会改变 只是我们在讨论应用力学 也就是讨论物体的平衡 或者是这个物体的加速度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些形状的改变 对我结果的影响非常非常小 可以忽略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钢体 反过来讲 如果你要讨论到 这个物体受到外力会不会坏 可能破坏问题 那这个力量 对物体的形状改变 就必须要考虑进去 如果力量 对物体形状的改变 一定要考虑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材料力学 那个就是各位在大二下 会学到的 你们在大一下 先学静力学 大二上学动力学 这两个合起来就叫应用力学 都不考虑形状的改变 大二下呢 你们的材料力学 就会考虑到 一个工作件 受到外力 已经是在平衡状态之下 这个力量如何改变物体的形状 而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考 就是假设一定是平衡的时候 这个工作件 如何改变物体的形状 那是材料力学 会跟各位讨论的 我们再重复一次 应用力学里面 我们不考虑到物体的变形 所以把它叫做钢体 好 一般来讲 作用在 作用指点上 只有一种力 就是外力 可是如果作用在钢体 就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话 它的力量有两种 External Force 我们叫外力 外面的外 Internal Force 我们就叫做内力 里面的力量 这两种力呢 所谓的外力 顾名思义 就是 比如说这是一个钢体 任何一个 我拿这个钥匙 作用在这个 任何外面的东西 作用在这个钢体上的力 我们就叫外力 所以外力就是 外来的物体 对这个钢体 所作用的力 我们就叫做外力 通常 外力一定会使 这个钢体 产生转动 或是移动 或同时有转动 或移动 也就是说 基本上 这个外力 通常是会使 钢体移动的 也许转动 也许移动 任何一个外力 因此 如果钢体 是达到平衡的话 这个钢体上 至少会有两个外力 请注意我讲的 如果一个钢体 只承受一个外力 这个钢体绝对 不会平衡 它一定会移动 或转动 要使钢体 不会动 它至少要承受 两个外力 至少 OK 那内力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假设钢体 是无数多个 子点所形成的 所以内力 就是构成 这个钢体的子点 跟子点之间的 万有引力 使得整个钢体 不会散掉 这种就叫做内力 OK 这两个名字 是顾名声音简单 然后我们这边 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你们课本上没有 但忍不住 我们现在看 右下角这个图 这边有一个杆子AB 然后它有两个例 一个FA 一个FB 作用上面 我们假想 把这个杆定 是假设 我们有一把 无形的 然后把这个钢体 分成两段 然后一个AC 一个CB 一个是AC 一个是CB 那作用在这个C上面 这有两 因此我们会发现 这两个例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平衡的时候 这个FB 跟这个FC 也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FA跟FC 抱歉 这个FB 跟这个FD 也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边的呢 这两个FC FD 也是大小方向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如我们这边 所写的 因为它是达到平衡 然后所谓的 勒力外面 我们看 如果我现在考虑的 只是整个杆子AB 那FA跟FB 就叫做外力 但是 FC跟FD 对AB这个杆子来讲 它是类力 因为它就是把 AC跟BD 这样联合在一起 对AB杆子来讲 FC是类力 可是 如果我只考虑 杆件 这个一半的杆子 A跟C 只考虑这A跟C 这个杆子来讲的话 那FC就会变成外力了 这个只是要告诉各位 一件事 所谓的内力 或是外力 Depends 它是作用在 钢体的什么部分 它是作用在钢体的外面 像AB这个杆子的 A跟B 它就叫外力 而这个时候 因为杆子是一根的 那FC跟FD 就是把这个两 这个整个杆子 联合在一起 力量 它就叫内力 可是如果说 我只考虑到一半的杆子 这个时候 FC就不叫内力 因为它的AC杆子来讲 它是外面力量 就叫做外力 OK 这是我们另外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你们课本上 有另外一个例子 现在呢 假定这是一个抛锚的卡车 你们现在手上是一个抛锚的卡车 有三个人在拉它 想要把这个卡车给它拉动 我们现在考虑 作用在这上面的所有的力量 如下面这个图所示的 它有两个正向力 地面给轮子的正向力 R1 R2 然后 因为这个卡车架抛锚 轮胎不会转 所以你卡车望右移动的时候 会有一个朝左的摩擦力 F1 F2 还有卡车的重量 重用在这卡车的直心上 W 接着呢 这个是绳索 这一根 这个是绳索 然后 三个人施扯的力量叫P 然后绳索会作用在卡车上 有个拉的力量 叫做F 同时这边来讲呢 能拉绳索有一个P 绳索就会有一个反作用力 F 拿这个人 所以这个F 注意 这个F是绳索作用在这三个人上的力量 我故意写不一样 但是要注意 实际上 F跟P 大小是相等的 只是方向相反 然后在这个上我们看 如果 我现在 像这个图上所讲的 我只考虑卡车当作我一个钢体 这个卡车我们是钢体 因此这个时候 我们作用在卡车上力 不管R1 R2 F1 F2 还有W 以及呢 绳索对卡车拉力F 这些通通叫外力 因为都 我现在只考虑卡车 不考虑绳索 因此都是作用在这卡车上力量 而这个时候 如果你只考虑卡车 我没有内力 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叫内力 但是 下一个 如果我现在考虑的系统是卡车包含绳索 包含绳索的时候 那 记得上一页 我只考虑卡车 这个P不会出现 因为P是作用在绳索上 挺好的 人用P的力量作用在绳索 绳索用F的力量作用在卡车 因此 在考虑卡车的时候 P 不会作用在卡车上 它没有作用在卡车上 可是 如果我现在系统是包含了绳索 那 这个时候外力 就是 R1 R2 F1 F2 W 以及 P 因为我整个系统包含了绳索 所以 P是作用在绳索上 算外力 而这个时候 这两个F 因为你们看 左边的这个F 是在绳索跟卡车之间 所以 这个F 就叫做内力 这个时候F 是叫做内力 OK 这个就是内力跟外力的区别 因此 你考虑的系统不一样 同一个力 也许是外力 也许是内力 好 我再讲一次 我们本身 我们正用的最主要的 我们通常是了解 作用在钢体上的外力 而且解题的时候 内力 不会出现在题目里面 我们后面会告诉 我们后面 第四章 会再跟各位说 跟进行权的东西 我们下单的 我们下单的 我再唱一位 我再唱一位